哈喽二牛团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哈喽毛黑 哈喽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一开始呢 二牛团长先把这个剧情 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他跟之前的2015年的 这个美术馆失窃记 是有延伸的是不是 对我们2015年呢 创作了这个美术馆失窃记 这个儿童剧 它就是关于昆虫家族的 然后经过了四年呢 我们又在另外以昆虫家族 就是为主要角色 然后创作了今年这个戏 叫做长脚叔叔的手机链 那这里面的剧 上一集的剧情呢 是他里面的那个小的甲虫呢 小甲他跟他朋友的关系 他认识了人类的新朋友 然后跟他的关系 并且破获了一个 这个美术馆的 这个画的失窃的这个案子 但是这一集呢 就是小甲呢 跟他的朋友已经分开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回到了原来 他们甲虫家族的身上 那因为朋友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有一点失落 然后再加上这个家族里面 还有一个有趣的角色 就是长脚叔叔 那长脚叔叔呢 他也喜欢人类 之前也喜欢人类 但是为了长脚叔叔感情的问题呢 大家有点伤透脑筋 那但是没想到 长脚叔叔在这一集上面 他原本是不想要再喜欢上人类了 就是但是他阴错阳差 因为捡到一只手机 结果爱上了里面的直播主 而他以为直播主 穿着蝴蝶装直播主呢 就是他的这个天命真女 所以他就决定离家出走 那离家出走的这个 这个长脚叔叔呢 到底会去哪里 这就是小甲跟他家人 发现这状况 就要赶快动员 发现他好像陷入了困境了 对陷入困境 所以他们全家 再次出动一起救援 所以等于是甲虫呢 长脚叔叔他 爱上了这个虚拟爱情 一个蝴蝶的一个直播主 那接下来毛黑 讲一下你在剧中的一个角色 我在剧中的角色 就是承袭2015年那一部的毛黑 他就是甲虫家族里面的一家之主 那他是那个长腿的哥哥 那长腿这个弟弟 就是蛮强让他伤脑筋的 在上一集里面 他们两个就是 比较好兄弟的关系 可是在这一集里面 就是看到长腿为了一个人类 又离开家庭去了 然后他们就是会到外头去找他 然后想办法把他给救回来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一集你跟你的这个弟弟 就会有很多冲突是不是 因为你要劝他是不是 因为他其实都是私底下 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那他其实也没有跟我们商量过 所以也还没有来得及劝他 他就已经离家出手去了 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这些事情 对他跟着长脚的那个 两个人的这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毛黑有一点点就是说 他是爱家的 然后但是他也是其实还蛮尊重别人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 没有关系你平安就好 就是应该没什么事 都凡事都往正向的想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们全家去找这个 长脚叔叔然后把他劝回来 这个回归家庭就对 这个其实好像跟我们现代的时事 有点相关 大家迷恋手机 对其实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 也就是我跟导演 导演是江国生 那我们这两个在讨论 就是昆虫家族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用昆虫家族这个 这个角色这样的媒介 然后来影射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 就很多人沉迷在手机里面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那也许小孩子不沉迷 可是我们都会叫小孩说你手机少一点看 你少玩一下手机 可是事实上在跟孩子讲的时候 大人是不是继续在沉迷在手机里 大人自己也这样 对对对大人也是这样 所以你哪有什么理由去跟小朋友讲 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沉迷手机的是大人 虽然他迷的不是像我们人类的那种沉迷 但是他就是为了手机里面的这个虚幻的世界 而迷失了方向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亲子剧呢 是就是大人小孩看的时候 都会一起去思考 手机在他们生活中的状况 毛辉你演甲虫有没有特别的技巧 跟一般演舞台去演人 好像不太一样 特别的技巧就是 我们知道甲虫跟人类的一些肢体上 或者是我们的习性上 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在演出的时候 当然也是会尽量把甲虫的一些 肢体特色带进去这个角色里面 就是让观众看起来 我们就不是一个只是穿着甲虫装的人类 而是我们的那个身心上 都是跟甲虫是同步的 嗯嗯 二娘跟我们讲一下 你这一档的戏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跟之前美术馆世界记 卡斯阵容有没有一些调整 或是新加入哪一些这个角色 哦你知道 因为这次我们就是 这它的等于是延续的嘛 但是我有刚刚有提过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小男孩的角色呢 他们全家已经搬走了 嗯 所以这个人类的这部分呢 就以那个直播主 那个女生跟他的男朋友为主要角色 对 所以他在这里面 你就会看到那个直播主的 就是现在其实生活上 也有很多年轻人 就很想要自己当主播 当网红 对当网红 然后但是其实你可能不太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这个深度 或者是才艺 然后就来就来做这个事情 就漂亮就好了 对漂亮就好了 就是对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天真啦 那我我我其实没有在反对 那个那个直播主的这个这个部分 可是他必须要找到 他自己真正的兴趣 或者是真正专专门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好 那他这两个 那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两个角色 另外呢 还有一个甲童家族 其实还多了一个新的角色呢 他呢 他就是这个毛黑的算是 好兄弟的妹妹 所以应该算是表妹吗 应该是异兄妹的那种 对对对对 最近刚搬来我家附近 对对对对 所以呢 他就是介入了这个 这个家族中 所以就是会有不同的眼光 去看这个家族 觉得这个家族有点荒谬 有点有趣 然后最后我们还为 他们办了那个宠宠的婚礼 甲虫的婚礼 所以最后应该是happy ending 对对对 当然是happy ending 那其实这一出呢 是所谓的这个儿童舞台剧 所以在现场的演出 应该更注重 跟现场儿童的一些互动 麻烦一讲一下 你在这方面你个人的一些感想好不好 跟一般的舞台剧 跟儿童舞台剧 在舞台成见上 你们演员会有哪一些差异性 我想在做给小朋友看的这些戏剧的话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去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那有时候像给成人看的舞台剧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生成 比较细腻的表演方式 那可是对小朋友来讲 他们可能是刚接触这一方面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会尽量以 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 可是又不是一个真实的那种表演状态下去做表演 那麻烦一今天特地也穿着你这个服装 全身的服装 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真的泥针泥到这个跟甲虫 这个很相似的一个位置 这一套服装的话 当初服装设计师是以独角纤为发想 那就会看到他上面就会有很多 独角纤的一些比较坚硬的甲壳 或者是他的翅膀 以及他的翘翅之类的 那还有像是为了让重重在树里面 不会容易被敌人发现 对就是上面就有一些 跟树的色彩比较接近的迷彩 这一类的设计 对啊那个翘翅就是我们背上还有个壳 所以其实这一整套呢 他整个做下来 全部全套都是手工的 所以我们整出系里面呢 最贵的就是甲虫的服装 甲虫我们共有五六套 对所以这是非常的昂贵 但是他做工非常的细致 然后每一个部分呢 真的我觉得我们的服装设计真的很用心 他其实每一个虽然都是甲虫家族 可是其实我们有用嫖虫的 有用那个独角仙的 然后敲行虫的 就是那个造型去做转化 因为甲虫家族其实很多 很多类都算甲虫 对很多类 所以他就是设计的时候 就是参考很多的甲虫 然后来去做 我在这边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蟑螂也是甲虫类 的一种就对 对 但是这一次系里面没有蟑螂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不要担心 对大家不要害怕 对大家不要担心 那其实看儿童舞台剧 其实家长都蛮注重这个 到底对小朋友的教育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对小朋友有哪一些帮助 是不是帮我们讲一下 这出戏你们的一些 想要告诉小朋友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这出戏的对象 年龄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比较最适合就是 已经上国小以上的小朋友来看 尤其是对 知道什么是手机 然后已经跟爸爸妈妈 会跟爸爸妈妈 沟通的这样子的孩子来欣赏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是呈现以甲虫家族 然后呈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用这个问题来跟家长亲子来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状况来去做讨论说 到底这件事情好或是不好 以及当他们知道这个长脚 就是发生了危险的时候 我们要决定怎么样 我们要去冒险去救他们还是不要 还有像那个小甲 知道了秘密的时候 他到底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讲 还是说帮长脚叔叔隐藏 对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些抉择 到了这样子国小以后的孩子呢 他其实自己都开始有一些 自己的思考 所以在这出戏里面 不管大人或小孩 你会看到孩子方面的思考 也会看到大人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里面是有很好的沟通的 我觉得这出戏啊 这个聚焦在所谓的这个手机链 也是我们现代人蛮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过度注重在虚拟网路上的一个交友 反而忽略了真实人际关系的互动 我们就是看到很多人 朋友出来吃饭各自滑手机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他可能就失去了 失去了跟家人的这个联系 或者说沟通啦 然后可能有些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家人就不了解 不了解他 可是他可能会 可能会就是失去了这样沟通的机会 然后产生了一些误会 所以那大人们呢 如果是滑手机的话 其实对孩子来说 他就是有样学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 大人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去学习说手机是方便的东西 它是可以增进沟通 但并不是阻碍了我们面对面的沟通 然后这是不是即将在9月6号 7号8号三天四场的一个演出 马上帮我们讲一下你们目前的排练情况好不好 你觉得这一次跟之前的戏有哪一些差异 这一次因为还是有一些新的角色进来 所以说我们演员之间 除了就是找回我们比较熟悉的感觉以外 我们还是有一些跟新的伙伴需要磨合的地方 那目前排练的话呢 整出戏的排练大部分的那个初心已经具备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在练歌 然后还有以及跳舞的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出戏比上出戏有不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有直播 就是那个直播主在播的时候 我们影像同时要给观众看到 打出来 对所以我们在影像运用的时候 现在也开始落入真正的实质的挑战中 我们到底要是用怎么样方式呈现 可以去同步播出 技术要克服 或者是说我们的演员要去对到那个影像 要跟影像去演出互动 对所以这个是目前开始面临到最大的挑战 就是要测试就对 趴在舞台上现场直播 怎么样把画面 手机画面呈现在舞台上打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 好最后二妞盘长帮我们讲一下 这次的演出讯息 好啊我们这次的演出讯息 就是我们在9月6号9月7号9月8号的演出 在文山剧场就是在景美捷运站这边 对那我们这次的这次的演出呢 一共有三天有四场 礼拜六是下午晚上 礼拜天是下午 然后礼拜五的话是晚上 那主办单位是台北市艺文推广处 然后协办是文山剧场 这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剧场 然后因为是适合儿童看的 你不管买哪个位置 看那个舞台都是很清楚 对对都很都很清楚 所以非常适合就是大人小孩一起来欣赏 而且听众朋友如果对这出戏呢 有任何的兴趣或疑问 也可以透过你们的粉砖 去跟你们视讯联络 讲一下你们的粉砖 好我们的粉砖 就是可以查那个斗点创意剧团号 或者是长角叔叔的手机链 我们有两个粉砖 都可以在面视讯 我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视讯 好谢谢两位为大家介绍 这一出的舞台剧《长角叔叔的手机链》